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国防部的长城预警雷达系统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征搜范围广达5000公里 而且几乎是零死角 一旦北韩点火发射将会比美国跟日本还要早几分钟 侦测到可以增加预警时间 去年12月北韩试射长城火箭 台湾的长城预警雷达全程掌握 如今它可能将在这次北韩飞弹危机中再度派上用程 所以最早侦测到飞弹发射 其实它本身不需要萨的这个名字能力也够了 这因为有什么第一个我们在热山有一个叫铺路爪雷达 铺路爪雷达 这铺路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2500公里到3000公里 这范围有多大 可以保江卫土的雷达神盾才可以先预警到有所有可能的飞弹攻击 那其实我们真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雷达可以架起来之后呢 据说蓄力泛了好大一坑 然后可以扫的范围非常大 整个中国大陆几乎都给包下去 这就是我们长城预警的一个雷达 不过就是因为这么大 这么大坑 大家就会担心你这个雷达要怎么样好好保护 避免成为对方的攻击目标的人 没错 今年2月的时候呢 空军的乐山基地长城预警雷达正式趁军起用 你现在看到这个上面的这张图呢 就是这个地方是当然是我们台湾嘛 但是这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很大的扇形 其实已经不是扇形了 它只缺一块就变成圆形了 这样的都是我们这一个长城预警雷达它能够征收到的范围 这会不会也太大 因为中国大陆它几乎就只有新疆最边边这个角不在范围 如果按照原始的设计的话 几乎可以征收范围达到5000公里 但是后来有被限缩了 因为美国卖给我们的时候有限缩到3000多公里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整个的范围 就是它建制起来之后对我们这个 如果中国大陆呢要用这个巡弋飞弹来打我们的话 而且这样子的湖刑看 这个韩国日本有什么 没错 全部涵盖进去 而且这样这个我刚刚讲说 它对我们最大的差别是这个建制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提早5到7分钟左右的这个预警能力 而且甚至您刚刚提到的重点是 你看这个好像日本也涵盖到了 韩国也涵盖到了 据说当时去年12月12号的时候 北韩那个小坏蛋 不是到处就是要打飞弹要干嘛了 当时他们发射了银河三号火箭 而且据说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在实施侦测 而且比日本都还提早侦测到 它这个点火的情况 还比他们快 而且连它火箭打上去之后 不是每一节都会脱落吗 脱落之后我们甚至都侦测到说 它在南韩的西方 还有菲律宾的东方 那个火箭的那个一二节掉下来 我们其实都有侦测到 没错 那其实热山基地呢 是位于在新竹这个地方 你知道它海拔 2680公里 那蛮高的 其实很高 而且那山上 因为其实高的地方 其实都还蛮冷的 那一般我们其实要从山下上去 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很大的路 所以它都是只有小径而已 连补给都很困难 所以听说通通 有时候甚至都要用直升机去运补 所以我如果从山下的这个角度 下去看的时候 当然觉得要上去很难 对不对 但是熊卫你知道吗 现在有一种东西 不用从山下看 叫卫星 它从太空中看 没错 你看我们现在一般的雷达 能够征收的范围其实是有限 但是你们要能够征收到 5000公里这种范围 你知道那雷达有多大吗 光雷达主体本身高 就十层楼高 一个像房子一样 一个高楼大厦的雷达 而且还不是一个 它是两个面这样子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因为它盖在 乐山的山顶上面 所以那么大的一个建筑 你露天在这个地方 你有看到这个地方吗 都看得到啊 完全看得到 旁边都有树什么绿油油的一片 结果你山顶上光秃秃的 有一个建筑 你觉得一般百姓民众 会把房子盖在那里吗 不可能 所以从卫星看 其实有经验的军事家 他们其实一判断就可以发现到 就知道是什么 对 它应该是军事的建筑 而且重点是什么 在Google Map上面 都有 都找得到 刚刚那个就是啊 对 所以其实国防部的这个 其实国防部也很重视这件事情 就刚刚熊辉讲了 我目标这么明显 这么庞大 那人家不用从山下打 我这空中打个飞弹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防护能力怎么办 而且你就看到它 几乎是光秃秃的 就直接把雷达 列在这个山上的密码 好 所以像这个 以国防立委来讲 林玉芳他们有实际上去看过 那也确实也讲到是说 那是不是国防部在这个部分 它是应该要有一些防护的措施 比如说什么 我可能就要射一些 这个火箭啊 飞弹啊 甚至空军也讲说 那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我就把爱国者三行 把它搬到这个新竹的基地来 这时候我就可以好好的 比如说加上我的这个防空火炮 可以形成一个防御的火网 一定要保护好 对 那这种就叫做硬防护 那在软防护的部分呢 现在国防部也规划就是说 那我在这个雷达阵地的周边 我是不是弄一些伪装的这个措施 或者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现在都从太空中用卫星下去造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呢 如果人家用这个导弹啊 或者飞弹来打我嘛 那一定要经过卫星的定位导引嘛 那我就在这边放一些干扰的机器 让你的定位讯号 没有办法定位到我这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有效地保护 我的这一个雷达的阵地了 各位如果今天跑去那个阳明山玩 其实你有沒有发现 阳明山也有一个雷达站 叫松山雷达站 那个松山雷达站上面装了一样东西 大家可能想都没想到的东西 叫做方阵快炮 哎呦 这上面有方阵快炮在那边啊 对 方阵快炮就是用来反 那个在军舰上做进破防御最后一层嘛 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方阵 就这样叭叭叭叭叭叭那种 对对对对 一次叭叭叭 就打很多那个子弹那个炮弹出去 它其实在那个乐山 那个松山雷达站对不对 旁边就有装一套方阵快炮 就防那个巡弋飞弹 从海面过来之后爬着山 爬上来之后把它打掉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 是 好 那 来看看台湾 台湾 台湾 其实您也觉得不用买萨德吗 不用 又花钱 对 又不是对台湾最有利 对美国比较有利 之外 其实台湾本身不需要萨德这个名字 能力也够了 这因为有什么 第一个我们在热山 有一个叫铺路爪雷达 这铺路爪雷达呢 它的侦测范围是2500公里到3000公里 这范围有多大呢 刚刚我提到说 萨德雷达的侦测范围大概2000公里 我们到2500到3000公里到了新疆了 新疆那边有飞机起降 其实我们这边是很清楚的 这第一个说 我们在征收范围上 我们已经 就是没有萨德我们也看得到新疆了 没错 没错 第二个部分就是 在整个美军的所谓的弹道飞弹的 就是防御系统里面 高空它是交给萨德飞弹 第一空是交给爱国者三型飞弹 那从中共对我们的威胁来讲 威胁来讲 我们对高空拦截的需求没那么大 没那么高 可是我们对低空拦截需求非常大 那天空三型呢 目前就已经有拦截 巡异飞弹跟低空拦截导弹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具备 萨德的能量的话 我们就提高天空三型 在这个范围 30公里到100公里 这个范围的拦截能力 我们就具备了 跟萨德飞弹同样的功能 所以你那句就是说 我们从爱国者三型 天空三型 一直到我们的乐山雷达 现在建构出来的是起飞的时候